今天來到這裡 我覺得這個平台很好 這個平台呢 其實是 精英匯聚 真是高手混雜 在座每一位都不簡單 連我 很年輕到現在 年紀剛好看見的 翡翠傑斯老闆都終於認識了 哪個人經常買廣告 買傢伙 原來就是這位老闆 這裡真的認識到朋友 真的 很多年不知道是誰 終於是現身 今天就和大家少少分享 時間有限 通常我去那些 我們自己的 marketing event 發工就發三個小時 我們有二十分鐘就去 濾縮計精班 其實這些是少少分享 基本上 我們其實說 做生意 都是講逆境自強 小球不死其實就是講 這個AQ 就是逆境情商 就是逆境情商 少少分享就是 我們做生意 或者做人 或者讀書什麼都好 有兩樣東西是改變不到的 第一件事就是EQ 第二件事就是IQ 這件事是天生的 你不可以智商 一開一波有180 那就行 這些事是我們改變不到 但是有一件事呢 做生意可以贏的就是AQ 逆境指數 我們可以逆境情商 是可以後天培養的 唯獨AQ 是可以後天培養的 其他我們做生意成功 或者讀書成功 什麼成功都好 婚姻成功都好 都是要3Q的 AQ EQ IQ 我們後天可以鍛鍊一隻人 逆境情商 好了 那就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本身呢 我們做地產行業呢 情緒波幅很大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很多行業 72行來講呢 基本上我們簽到張單 和簽不到張單 即日定生死了 贏定輸 所以那個情商是很波幅的 但是很多時候都會遇到很多的逆境 大家如果在座的朋友 是做營銷 就很明白我這個感受的了 所以呢 我今天主要是分享 怎樣對抗逆境 逆境是怎樣可以折強的 首先要鍛鍊 怎樣鍛鍊呢 就是我自己做一些自己的測試 那我就比較喜歡去行山的 因為行山呢 有一句說話叫做 兄弟登山 各自老榮 沒得幫的 那香港的山我都會走勻了 大陸的山我都差不多走勻了 那最近 香港我自己不是很找到城 我就去日本找城 那我覺得去日本挑戰 當然要挑戰最高的山 叫富士山 那我就上去八次 那五次登頂 那我很多日本仔 駕仔或者朋友 或者同事呢 他都很莫言 我一輩子都沒去過 或者去過一次 你這位香港仔 一上來 上去八次了 五次登頂 那其實呢 這個就是鍛鍊自己的體能 或者透支一下自己的體能 因為你在行的過程裏面呢 你可以磨練一下自己的那個 耐力和鬥心 那其實這個行山挺好的 如果香港有些什麼好介紹呢 那你行南蛇 行鳳凰山 行大東山 你挑戰到這幾個山呢 就上到富士山的了 三歲和八十都可以的 你因著自己的條件就可以了 如果你說香港舒服一點呢 行下富士山 雖然去不到他一輩子 我告訴你 做了一個周圓發 我做了幾次 大東山富士山 他經常行到周圓發 好了 事態關於他廣告一點 那麼 應景志強呢 我經常自己面對很多挫折的 我2003年呢 一月呢 就想著自己是top sale 當時又在大行跳出來 我本身都是top sale 跳出來想著 楊榮立萬元這次 誰不知一跳出來兩個月 他做單沙士給我 嘩 真是一棍打巢你 沙士 然後呢 就很幸運又捱過了 接著去到2008年 由一個 一張寫字桌開始 2003年 去到2008年 我當時已經有 十間八間分行的了 誰不知又做一單 金融海嘯來嘆 那麼呢 就 那時候都輸了很多錢的 一天做生意 你十個八個門口 那麼多同事 是吧 那你就沒有生意 然後呢 就搞到我 乾了頭 我頭是 金融海嘯 搞到太乾了 然後呢 我奉獵一個劫 然後 2013年呢 然後 2013年呢 其實 由CY 曾蔭權 這兩個朝代就出辣椒 其實辣到香港的成交量 是二手萎縮了很少 這兩個月好一點 但是過去幾年呢 都比正常一年有十幾萬宗 剩下幾萬宗呢 我們中小營港呢 就比較是 就是受影響多些的 所以我就 香港的分行呢 由十幾間縮回一半 接著呢 就向其他地方發展了 就去東京大阪 在上海澳門發展了 其實我分行很少 不過就去其他地方 接著呢 就因為 其實這些全部都是化危危機 如果不是 CY 曾蔭權 辣椒呢 我今天還在香港 都出不了亞洲 那就全答多謝他 接著呢 再來去去去年 去年呢 誰不知 我們去年又有些新突破 除了做不動產之外 我們有機會去做 日本一些小型的發展商 誰不知又遇到一個 多年來的partner 五六年 在我們公司打工打了 轉頭就說這間公司是他的 因為當初你知道 靠一些日本人 用他的名字 其實所有人都是我的 但是問題就是 他居然在法律的手上 就說是他的 那我又遇到疫情 但是我又化危危機了 那其實這些事情 很多很多人都發生 為什麼呢 例如劉德華夠威 他又去年 去到演唱會 vlog了 幾慘啊 這麼厲害啊 那我們這些 叫做 由整個成長過程裡面 都面對很多不同的挑戰 我覺得這些呢 都是要化危危機 每一次遇到危機 你個人都會壯大的 這句是很真的 你每一次呢 將你自己透支完之後 你就會好像 吃了這個大力菜 那樣會變大了 那個人 好了 那 那 我 我自己來講 由19歲開始創業的 就 我很小時候 就出業創業的 那 由19歲開始 那 不知道有沒有19個行業 就是我什麼行業 我都創業的 很多的 從中呢 是不斷遇到瓶頸和困難 但是又 又不斷成長 又不斷成功 又經常受傷 又經常交費 這個是不斷循環的 但是問題在循環的過程裡面 你會變得越來越強壯的 你的心臟 好了 那 那 因為我們時間關係呢 我想用幾套電影呢 帶給一些很正能量 很有鼓勵性的東西 就希望幫到大家做營銷的 那 那 這個叫做Alex 不是我 這個是我偶像來的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年輕人就厲害了 這個年輕人呢 他是赤手登封 為什麼赤手登封呢 美國這個油長男 你看到都害怕 是吧 他可以 什麼都沒有 只是一個滑石粉 就是這樣 爬上去 哇 這個呢 真的是 是世界的歷史創舉 但是問題是這個人不是傻的 每個人都說他傻的 是吧 你自殺嗎 但是他由下面爬到上面 他經歷了很多次 用安全繩攀燈 走過很多條路線 跟著 才最後 他覺得 有信心了 我可以不用爬山扣安全繩 我徒手爬 其實他是經歷了一個過程 就是他不是說一次就這樣 他是斷練過無數這麼多次 爬上去 跌了很多次 但是那時候他安全繩 但是你再 exercise 最後兩三次呢 他就沒有 倒下來了 所以他就有信心了 但是他女朋友的時候呢 他爬爬都不敢在裏 都馬上離開了 因為生命壓力太大 因為這些是沒有take two的 等於我們做生意 我由19歲做生意 做了現在46歲 我們都沒有take two的了 如果我們現在跌下來 我們由五張東西再起 無論是生理、心理、體能 各方面都afford不到 所以我們現在做生意是步步為營 不能跌的 一跌下來就 拜拜的了 例如你看到以前 很多很多的猛人 跌了下來都很難想開 不過我們就不要開名 大家都知道 那基本上呢 這一個 這一個呢 就不是電影來的 這個是YouTube那裡看到的 你想打赤手登峰 Fee Solo 因為我以前也有學攀石的 但是呢 時間關係呢 大家自己看一下這套東西 很有power 看完之後 你個人覺得 嘩 我頂了 好了 另一套我又很喜歡 我看完這套電影 在飛機那裡看 我就做了二十年地產 忽然之間現在在東京大阪開了六間香港餐廳 我現在在香港女法局的東京辦事處 我是把香港的飲食文化在日本發言光大 其實我們是在這套 它是說什麼的呢 這個米高基頓呢 它是把當年的麥當羅 他又做一個銷售市 賣攪拌機的 這個人 有沒有人看過這套電影 嘩 這麼多人看過的 這些全部創業家來的 是不是正啊 他買攪拌機 然後呢 很遼島 又沒有錢交租 然後呢 就見到一個麥當羅的生意 又混了那兩兄弟 然後呢 就做了他的partnership John Venture 然後將他franchise 當時發言光大 但是都是找不到吃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流程問題 接著就結合了買地皮 租給一些的加盟商 專門找兩夫妻來開放 這樣就變成了今時今日的麥當羅 這套電影值得推介 很棒 看完之後 好了 這一個呢 它有很多失賣的 失賣奶成功節目 但是不斷去學習 這個是對Founder好看 好了 跟著這套呢 我又喜歡看的 這套呢 就是中國合夥人 兩套都真人真事改編的 對Founder是真人真事改編 這一套呢 都是真人真事改編 這一個呢 中國合夥人呢 就是講這三個人呢 在中國很窮的年代 怎樣可以發奮徒強 日夜不斷去讀書 那種的鬥心呢 那種的決心呢 是你美國人永遠體諒不到 中國的窮人那種堅毅 可以去到多少的 就是 將我們中國人那個 決心表露無懷 有沒有看過中國合夥人 嘩 不行 要派朱古力 那就是 因為這一套戲呢 有一幕呢 真是令到我 兩毛眼淚漏的 就是什麼呢 他其中的一幕 我覺得 我有共鳴的就是 他又很窮 去到找到一個荒廢的工廠 然後呢 又沒有學生 慢慢招到有學生 再很多學生 跟著 拿了很多的學費 然後幾個毛包都在面前 三個人有一句說話 我們有錢了 然後那些錢一飛 嘩 我的眼淚就飆了 因為你要經歷過 你要試過 感受過 你是經歷過這個階段 你就會體會到 其實 那個過程是很艱辛的 真的 但是我發覺很多人都沒有流眼淚 但是我自己當然不要被人見到 但是現在我才說法 當初我 坐在我旁邊的人 我都不會被人看到 但是這個是很有感受的 好了 跟著呢 這個重要了 這個真的是重要 這個為什麼呢 這個Lo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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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重要呢 他有一個特質 他有一個特質是什麼 自我修復系統 在X-Man裏面 所有的主角 沒有一個人 是有他這個獨特的特質 就是中了槍 中了劍 個個都死的 不死的 不死都會有傷 他沒事的 這個人 第二天睡醒 子彈帶出來 就是他一睡一晚 他就回復了狀態 我們做營銷 或者我們做銷售的行業 其實我們必須要具備這個先決條件 因為我們經常都遇到很多挫折 很多不同的傷勢 我們需要take care自己 但問題就是 我們這個自我修復系統 喂 這個是假的 哇 陽光啊 歷史 實際是沒有的 其實是有的 怎樣其實是有的呢 我們在創業做生意過程裡面 經常會面對很多不同的傷害 例如同行對手攻擊 身邊的朋友出賣 大小的官非 經常打官司都有的 三月早上就一大打官司 告訴你 經營不善 嚴重損失 重大財政壓力等等 這些傷痕是入心入肺入骨 全部都是重傷來的 在奮鬥的過程裡面 每一天的傷勢 我們是要跟傷勢同行的 但是一定要盡快自我修復 就像X-Man裡面的Logan一樣 有自我修復系統 是永不言敗的 其實這個 是甚麼 這件事是有得練的 剛才我說過 EQ、IQ是沒得練的 後來是先天的 AQ是有得練的 這個自我修復系統 都是有得練的 怎樣練呢 就一定要睡得 想做生意 所以昨天經歷很大的痛苦和挫敗 或者這個問題 都不是延續下去幾天 可能一年半載的 但是有一點 你必須要睡得 一定要睡得 不睡得就死得 所以一定要睡得 那我們怎樣保持積極的心態呢 首先我們要有充分的休息 可以把一天的傷勢 在心靈上復原 首先你要懂得怎樣去認識自己 懂得怎樣去照顧自己 我自己來說 我是不吃煙不喝酒的 所以湯博士 喊親我都沒有人 這個人不喝酒的 誒不動你玩 博士很喜歡喝靚酒 我又不喝酒 經常在七二年 他說親給我 我都不喝 他覺得我 你什麼樣子 我真的不喝酒 不知為甚麼 天生的 我喜歡喝過飯 你給橙汁我很喜歡 可能我認識很多朋友 尤其是在大陸 大陸不懂喝酒 很多時候都無法透過 這是我自己的缺點 但問題是 人家都有些性格 我也有些性格 所以我自己不喝煙不喝酒 要照顧自己 但問題是 有些人說 喂 Alice 你睡一覺 你財政危機 你睡醒都搞不完 是吧 你不是睡一覺都搞定 那怎麼辦呢 那我們有財政危機 雖然沒有直接的幫助 但是經過我們深層的熟睡 可以回復到疲倦的肉體 和精神上 可以令到你擁有足夠的精神 去再次充斥 什麼意思呢 其實無論你多煩惱 都需要充足的睡眠 保持頭腦的清醒 以免在生意上作出錯誤的判斷 其實這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 有一句說話叫做 你越窮越見鬼的嘛 如果你心情不好 借酒消愁 翌日沒有睡 那你喝醉翌翌日又頭痛 又躲身不舒服 又要解決之前一天的問題 那是越來越verse 但是我不是的 就是我老虎睡一覺才不會開玩笑 那我自己呢 基本上呢 就一定要睡覺的 不睡覺不行 就算你心情不好 你都要逼自己去睡 睡醒了之後呢 你的頭腦清醒呢 你就不會有錯誤的判斷 那你就可以化迷為機 那我們其實 幫助睡眠呢 其實你說 喂 楊姑你睡得著嗎 我真的睡不著 那其實有幾個巧合來的 就是不是吃安眠藥 安眠藥就治標不治款 那但問題就是 睡覺是要有深入 即是深層的睡眠 大家會看inscription 就是潛行空間 那隻啊 我們要那隻潛行空間 那隻深層睡眠 那怎樣去深層睡眠呢 首先我們有睡覺的環境要幾好先 幾好意思就是 起碼靜乾淨 那 那 那 我建議 就是如果 兩公座可以 最好分房睡 感情好些的 那 不是說笑 那 如果 梁朝偉和 他們都分房睡的 還要分屍袋肉 其實這個呢 如果你 條件許可 就分房睡 條件不好可 就睡廳 都行的 都幾好的 因為有時候呢 睡眠質素呢 就是 旁邊的樣子動一動 你可能醒的嘛 那 如果你說想 鍛鍊拍 那你可以 一三五二四六 一三五就一起睡 二四六就單獨睡 那你都會提高你的睡眠質素的 那 有良好的睡眠環境 適當的睡前運動 這些 不要心邪 適當的運動 適當的運動 適當的運動就是你 譬如在晚餐 吃完飯 走回一個小時 先拉一拉線 那天 走回大概 我們叫做一萬步 你在 Vcheck One 有個叫Vone 大家在手機那裡 你看到每天呢 有一萬步 你那一萬好睡的 不好睡呢 怎麼解決呢 走兩萬呢 一定好睡 即是你 將你那個幾多萬步呢 你可以調節到 你自己很不好睡的了 兩萬步都不好睡 你走三萬步 你一定好睡 跟著呢 我們有三十分鐘的誤睡 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就好像現在我們的手機那樣 永遠捱不到一天就不行 你 老虎你都下午呢 起碼找個地方 我自己下午都要去 去腳底按摩的 即是先拍攝的 為什麽呢 充電啊 第一個充電啊 第一個充電 第二個人充電 下午無論如何 老虎都去 嚇一嚇 即是有半個小時呢 你回一回充電 跟著你 譬如我 四點多鐘 去我五點鐘 又回復崗位 不然我有作戰到十一點 是吧 譬如我十點鐘上班 我一天呢 十二三個小時工作 那 逐間呢 我充電呢 那塊電可以捱到十二點 萬一有些 重要些 做夜些 我都夠力頂 但如果 四點鐘 我不叉叉呢 我捱不到很久了 大哥 我捱到九點已經 我人都 癡癡癡癡的 但中間那半個都很重要的 即是 即是 可能我不知道 我是不是上班時間長些 因為我一年三百六十五日 我都上班的 因為工作是我那個興趣來的 所以我每天都上班的 但是有些人說我瘋癡癡 人人不同 即是我自己享受工作 就沒問題了 好了 那 有些事就是說 有時候你睡不著 可能有些事放不下 你放不下是怎樣呢 可能有一些事 譬如 我打個譬如 昨晚呢 我就覺得 死啦 這裡開八點的 這個小吉不死 八點鐘 我西貢轉 出來 一分鐘遲到 那我怎樣 那是不是不著 不是的 那我兩隻手機 我就教鬧鐘 教到它 就是這個 六點五十五分 接著一隻就是七點 即是 每隻鬧鐘都教一教 那 我又 塑低了那些東西 昨晚臨睡前都塑低了 那我要講些什麼的了 那我就睡得著了 是吧 即是你將重大的事情 Drop低它 那所謂一年之計 在於春 一日之計 在於神 那 因爲我其實呢 我今天來不知道呢 那麽多專才在這裏 因爲你知道 八點鐘 剛睡醒 啞未拆 那就是 那麽鬼粥來到這裏 那麽 那基本上呢 大家都有這些壓力的 但是問題是 如果你做足了 準備功夫呢 你便不會 會有個包袱 那你便睡得 一個好覺 那所以其實 這幾個呢 希望可以幫助到大家 即是 今天的重點 就是教你睡 你一定要睡得好 你才可以作戰的 這個很重要的 我們回叉 有些呢 好像那些電話那樣 那個人叉不起來呢 叉不起來是什麽 是啊 你晚上一點鐘睡 第二天 九點鐘起床 或者八點鐘起床 你有七個小時熟睡 都夠我們這些年紀 即是我們這些年紀 七個小時 都可以了 五六個小時都夠了 但問題是 有些睡了ali 八、九個小時都沒有精神的 就是他去不了熟睡 他經常都睡醒醒睡醒醒 睡眠質素不好 所以充不到電 所以要令到自己的睡眠質素好 就是有時我都會睡不著 睡不著會怎樣呢? 逼自己睡 不要動 閉上眼 逼自己睡 你也是睡不著 都要逼自己睡 逼著逼著就逼到他睡 這個我也有些神言的小小習慣 但是我克服了 我給你一個秘訣 如果你隔壁有誰 你就跟他說 我和你鬥快分著 比賽 就是你一定要想辦法鬥快分 因為這個很重要的 對於我們做生意 好了 其實我們做生意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上班 基本上我們都要找點興趣 我們都不是機械人 因為休息是為了走更長的路 那我的休息方法是甚麼呢? 我自己分享 那我自己的減壓方式 就是我喜歡行山 少少運動 然後我每晚都會泡溫泉的 特別在日本 因為我通常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我有半年會在日本住 每一個月我有兩至三個禮拜 我都在東京或大阪住 所以大家如果來日本東京大阪 哪裏浸溫泉 你問我 骨精強 我 哪裏浸 我很熟悉 如果大家去東京 我每晚都在哥布奇丁 那間最大的天然溫泉 我每晚都要浸 為甚麼呢? 基本上 那裏有光水 如果大家有看這個殺神特攻 它有光水浸完之後就會復原 中了槍之後 那裏差不多 因為那裏很熱的 那裏 基本上浸溫泉很好 促進血液循環 特別如果你運動不夠 你一定要浸溫泉 因為它 人家通血管 就是怎樣通 你就跑一下 天天跑它 就通了 當然啦 你跑後步更好 但是我 我跑步不是經常跑到 行山或者好一點 但是問題就是 炮溫泉我就是習慣 這個是挺好的習慣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 踏溫啦 那有時候 個人浸到浪沙 浸到熟沙 跟著找個 鴨妹踏我一旺 嘩 跟著睡醒 寫文章 真是 馬上老魚 傳湧地寫 有時候 阿祖兒 喂 文章 阿祖兒 那我就馬上要去浸溫泉 然後踏國軍 然後睡醒 那一下呢 就馬上寫 那一個小時就寫完了 就是一頭半個小時就寫完 很快 這些都是一些 你要懂得去 relax 以及要懂得去尋找樂趣 每一個人的興趣都不同 但是問題就是 找些健康一些的 還有那些消費很低的 如果你說 只是去泡溫泉很便宜的 那行山又不用錢的 運動又不用錢的 不過按摩就大鑊一點 日本按摩真是全亞洲最貴的 香港按摩底 不過我不是很建議你回大陸 因為大陸浪費了很多時間 除非你在那裡工作 那其實呢 去到差不多 因為時間關係呢 去到差不多 最後分享呢 就是我們做營銷的呢 最緊要就是有一個誠懇的態度 還有我們做生意都是走一個正路的 什麼叫正路呢 通常呢 我們做生意呢 都是找正財的 因為我自己做那行地產呢 很多古靈精怪的東西 特別做海外樓 因為海外樓呢 其實它可以受到的金錢又說很大 但是問題 如果你走錯路呢 就起不回身 我們的宗旨呢 就是這一張天窗出版社的移居日本第十八頁呢 就已經講了 我們是只賺佣金 就不賺牛價的 做海外房地產來講 如果做到這件事都不簡單的 因為為什麼呢 我們都是做個招牌的 我們希望可以幫到那些客人資產增淨 而一路會回頭 那所以呢 我們做一個營銷呢 首先走那條路 而且取那個態度很重要 就是你一定要走正路 賺快錢不是不想 但是你在賺快錢的過程裏面呢 很多時候呢 你都會過了火位 那你成本生意就跌了下來 所以有時候呢 我們做生意呢 都是取正財 就是我們做生意都光明磊落頂天立地 我走出街 你會發覺買日本樓呢 沒有什麼人敢弄個光頭出來 可以每天晚上看TVB和酒井發指 整段廣播播出來 我由今年的2月 就播到明年 東京2020奧運會 每天都見到我和酒井發指拍 但是其他我們的競爭對手呢 它是沒有一個公司負責人 走出來 介紹一個樓盤 或者介紹一些現貨給你 大家要意會到問題在哪裡了 所以其實基本上呢 我們都是賣明馬實價 還有我們呢 走出去呢 都是認識很多朋友 特別呢 剛才我講的那套 The Founder 就是基本上 我在日本創業 做了這個不動產之外呢 因為我們在日本除了做不動產 我們有中文學本 有大約管理 有民宿管理 民宿經驗牌照 還有有發展商牌照等等各方面之外呢 我最近做了飲食 我發覺做飲食要認識很多朋友 錢不是很賺到 但是很多人情未賺到 所以其實現在 今天在東京華大阪呢 超過二、三十年那些香港人 去日本找食那班 我都認識了 基本上 因為他們那班的圍繞 不是說很多人 但是那班老香港在日本 其實當年為什麼會 會這麼多人走到日本呢 大家如果記得呢 在酒井發指 紅的年代 九零年代 二千年代的時候呢 十幾二十年前 二十幾年前的時候呢 很多上海或者香港人呢 去日本找食 為什麼呢 日本當時的樓價 是全世界最貴的 那時候你有沒有聽過那些樓呢 日本的樓供三代的 很多人賺很多錢都賣不到樓的樓 因為樓價太貴 但是那時候呢 我告訴你呢 日本在九零年一個 普遍一個廚房佬的人工呢 已經是去到六七萬元一個月 當時中華街那些師傅告訴我 基本上 人均一個人頭 進來吃呢 五萬日圓起 現在都去不到以前的水平 那個消費和那個人工 所以 我們那時候很多 譬如說 上海老總 為什麼我有跟老總 拍廣告呢 因為去到上海 去當年的那些 即是 一起成長的那些 講到沒有字 真是大問題 那麼 一起成長的那些老總呢 二十年前或者三十年前 是一個窮光彈 接著去到現在來講呢 已經 全中國最有錢的年齡層 就是四十幾歲的那些人 那麼 跟走星的發展就是同級 所以他覺得 這個人很親切 如果我叫了他就過來 所以其實我們這些都是做生意的手法 但是問題呢 就是最後呢 就跟大家講呢 就是 我們一路做生意 就一路會面對很多 被人reject啊 拒絕啊 等等 不同的情況 那你怎樣可以去 把自己的心靈去離譜呢 首先你要先撇好 但是要有些火 你撇好做生意沒有火 也是死的 那怎樣又有火之餘 又要撇好呢 那這一樣東西就是去掌握了 當你有機會的時候呢 當你有機會的時候呢 你就有內心有條猛火去燃著它 燒著它 那但是問題是 有些 遇到一些危機 或者遇到一些 很無理的事情的時候呢 你就 要修煉一下 就是說 要有些脾氣 脾氣呢 就是知性關鍵 那但是問題呢 就是 怎樣去掌握呢 都要去磨煉一下的 那但是最快最快去學到呢 就是 看剛才那幾道電影 即時學到的 最快的 那 因為時間有限啦 我們剛剛呢 就見到是 十點證了 那 快樂的時刻 真的覺得特別快 又是時候說拜拜 今天呢 就很多謝 很多謝我們香港 營銷專財學會 給到這麼好的平台給大家 那我覺得這個平台呢 可以 資源共享 那我亦都同樣